大家好,我是阿海 今天在麒麟水箱这边找到一套农家小宴 海拔1800米 迄今时期比较近 通水通电,五千一年 在房子后面带一块菜盐子,有一百多平 农村的道路比较宽 前面有两个商店 这个商店可以寄层快递 往上买菜也可以在这边起到 门前这个大河 水也比较深,里面还有大鱼的 今天钓鱼的人少一点 往那边是麒麟水箱 到迄今时期只有几公里 买菜也是几公里 之前这一套是一万二一年 也是网友租掉的,他自己买个车的 这个房子的门前这里就可以停车 刚好车是停到这里 这个是二层的平房 前面有个前沿 这一小圈都是房东家的 基本是前门 有个楼梯,从楼梯上去 之前这套房子找到 它是在后面的养殖房,烤酒房 租金比较高 现在五千一年就包括前面的房子 烤酒的养殖不包括的 上面是做了防水,漏一档 往这边过来,下面还有一小个燕子 它是养一些小狗在里面 老的灶都在那里 只是这个里面需要刮下白呢 往这边进来 下面是贴了瓷砖的 房东重新打扫,收拾,重新改造过 上面之前是没有掉顶 现在是掉了顶的 往这边过来,一个卧室 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一层就有五个卧室 右边进来,差不多有十个平方 又有窗户,也是一个卧室 层高特别高,上面都是掉过顶的 从这边下去,这是下面的客厅 下面的厨房,到擦盐子 从这边就是上到楼底,有太阳能 这一间差不多十个多平方 都是有掉过顶的 房间的房东重新打扫,收拾一下 重新改造了一下 往这边看过来 它里面是带卫生间的 这边的上面是足够 差不多十几到二十个平方 都没有论 查走开关的正常能用 这边是洗澡间,卫生间 这边一个小窗户 上面有掉过顶 重新弄了个溢坝 有热缝的方案 盾看着卫生间 如果一些老年人需要改造一下 或者自己重新弄马桶放上去就可以了 往这边是一个客厅的沙发 茶座 这一点是可以看的 上面全部是掉过顶 下面是普通木地板的 这边是两个卧室 下面也是木地板 卧室有一张床 在这个里面是比较安静的 这边是对杂物 然后这边是对杂物 也可以走过卧室 它以前是烤酒 好多大酒 现在它也有在卖酒 这边是一个厨房 如果需要重新收拾 要重新改造一下 从这边过来 就是它养的那些小狗 在里面 一个小院子 看看这个房子 就是这样 从这条小巷子过去 就是住房子里面 差不多50米位置 到过来就是140多坪的大菜圆子 这边有大棚 现在还有种了稻谷 后面就是大山边 看看后面的环境 这是比较好 门田就是大河 大河是免费钓鱼的 这边是一大个平台 还在菜地 五千亿年空水通电 大家好 我是阿海 我现在在云南省 七径市猪街 今天带大家看一套 占尼12亩的农家乐 这个农家乐 地理位置比较好 接地七径的时期 只有一公里 直线接力600米 坐公交车出行 也是几百米 农家乐里面 有房子 遗堂 果树 还有大棚 可以养殖 种植 大棚的占尼面积 也6亩 刚好有5条 有大有小 农家乐老板 是两兄弟 都在工作 没时间照看 里面是办了营业执照 现场收拾完 就可以直接开业了 这边也可以停车 左手边 这边是种了一排柳树 从这边过去 是农家乐 吃饭 住的地方 这边是养殖期 种植期 这个一堂 占尼面积 有一亩左右 这边还有两个小一堂 是梯子型的 这个一堂水深 都有三米多 里面有大一 最大的一 有四五公斤 这边缩拉门 过来是两个 一乐室 也可以坐在吃饭的地方 这边是一个 睡觉的地方 只有几个平方 床是一米五的 这边是桌子 一乐器 两边都是一样的 从正大门进来 这边是一个停车场 行车可以停时多量 这边停不下 刚好侧面那边 也是一个停车场 把杂草收拾一下 也可以停个十几辆车 这边就是厨房 看看厨房里面 这边是种了枇杷 因为是农家乐里面 里面种了不同的果树 果树的比较多 厨房这些东西 还是比较齐钱 橱柜 那些用的东西 都是一云基钱的 还有大个冰箱 从侧面过来 这边是一个烧烤桌 这个停车场长了很多杂草 停了半年没有在用的 那边是打了一个井 二十多米 这个前面是种了一条花坛 看这个房子 层高也比较高 从这个门进来 这边是吃饭的地方 这边是办了营业执照 一个食品经营席证 在里面的 这边是有些酒 酒呢都有四十多公斤 像这样的桌子 一共有六个 这个里面 没开灯了 层高比较高 这边还有苹果 苹果的结果蛮多 这边是宜堂 家这边是连起来的 这边有排水 里面那个井 井水有水域比较深 可以抽水进来 就可以到这个移堂里面 这边是大棚里面 大棚一共有五条 这边也可以做一个养殖房 从侧面进来 这边是两间房 一个住房 两间移了去 两个餐桌 这房东他妈妈 岁岁比较大 没时间照看这些 往这间小房子里面看看 这个房是之前厨师住的 一点家庭在里面 这条过来全是车粒子 房子后面是放些农迹 农用的东西在里面 租金是包括所有的设备 这些东西都包括在里面 可以使用的 两个卫生间 一个男的 一个你的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是房东东的座椅养机房 这边是大棚 到这个铁哥的边上 就是到边上了 旁边就是村子里面 好大一根辣条 那个应该两三公斤 还是比较大的 大棚是种了草莓 现在有点草莓根 但是它没有种了 这个大棚床还是比较大的 大棚侧边这一条呢 先是用铁网纹起来 这个大棚面积比较大的 中间呢 这边是一个小仪堂 梯子型的 小仪堂过去那边连接 就是大仪堂 大仪堂是桃圆型的 这个位置呢 就适合做暖家乐 养殖基地 看这个面积比较大 里面是种了点草莓 这是半自动化 有水管的 旁边这一条呢 属于排水 这个也是大棚 这是种的杨莓树 柿子树 磊子树 还有车栗子 这个地方呢 这里城市比较近 之前房东报家 12万一年 谈了两天 把房租谈到8万一年 已经谈不动了 房东是包括了 所有的设备 加一趟里面的 两顿多的一页 看到盐里面的设施 都包括在里面 哪怕营业执照 也在里面的 最长呢 可以十年一签 十年到期之后呢 也可以继续续签 看这里面 只是没时间管理 看得破破烂烂烂 稍微管理收拾一下 搞一下令化 确实比较舒服 使我找到目前 基地时期 最近的一个农家乐 好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是阿海 我们这期视频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